肖静腾工作中度过31岁生日。许愿身边家人、朋友、猫猫狗狗都能平安健康。 今天,三十分之三,是,金曲歌王,肖静腾的31岁生日,近来蜡烛多头烧的他,生日也在工作中度过。 然而,身边的同事,朋友们仍不忘贴心计划为老肖静生。 而生日前一天还在魂困西门剧组拍戏的他,更在短短一个下午就连续收到四五个蛋糕,让一向低调的老肖在今年生日正式到来前就相当充实难忘,开玩笑表示生日还没到,愿望就已经快续完了。 进来戏剧,唱片,演出形成满档的肖静腾,几乎没有时间休息,面对一年一度的生日,甚至没有时间想要怎么庆祝,只想注意要怎么将工作顺利完成,相当敬业也十分辛苦。 虽然如此。 也很感谢大家特地为他庆生,面对这么多人纷纷提前为他暖手,老肖表示,今年很特别的是在剧组让大家帮我庆生,感觉很温馨。 而收到许多礼物,他除了感动外,却也责备大家直呼不需要为他破费,十分贴心。 此外,老肖更在生日前夕,录取也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粉丝们的心意。 原来,老肖曾经告诉粉丝们不要特别为了他破费买任何东西送给他,于是多粉丝虽然没有买礼物,但却用行动表示,特地以老肖的名义捐款给流浪动物紧急救援协会及救助单位,也有粉丝十分有心地买下公车广告,将老肖生日的喜悦分享给大家。 身为兽型,老肖今仍没有时间与家人、朋友相聚,一大早就马不停提的飞往身任准备接下来的工作,提到生日愿望,老肖一如往常的简朴,提到自己已经什么都有了,不希望大家再为他破费,只愿身边的家人、朋友。 还有家里的猫猫狗狗狗们都能健康平安,其他的都靠自己努力。 生日同天,老肖为游戏王者荣耀所打造的英雄,主打哥白礼受约金也正式入位上架。 而这次老肖一收到王者荣耀的邀约,毫不考虑地在第一时间就答应,并要求为当中的英雄人物白礼受约写歌,也承认该角正是他的奔命英雄。 此外,这首歌也邀请狮子和唱团的邹强参与作词,编曲,两人一起写歌,编曲,让这歌曲的完成效率相当惊人,也看出老肖对其角色的喜爱。